为关怀弱势 今年已是受政工第六年发放年菜了 县议员侯明科表示 今年发放的对象是透过学校调查 在南投市及民间乡 没有年菜可以围挪的边缘户 共同参与年菜发放的 平和国小校长吴锦谋 感谢受政工及红明科议员的安心 今年共有一百多户的弱势户 由学校服务带送年菜到家 107年受政工关怀弱势家庭的活动 今天特别谢谢红明科议员 以及南投市21所学校 民间乡10所学校 一百多户的家庭 大家共同参与 事实上这一次的活动 是延续多年办理的活动 每年总在过年前 有很多边缘家庭 需要大家的关心 透过红明科议员以及受政工 加上我们南投市民间乡各学校 大家集体关心 让暖暖的爱 围挪团圆饭 一起送爱到家庭 南投市团委会 这次出动了十多位的志工 帮忙做年菜 装袋 包装 会长谢淑华 感谢红议员的议举 帮助弱势家庭的孩子 我们这次配合红明科议员 就是要边缘户 还有弱势团体 就是从学校 老师他们就会找一些 难过日子的孩子 我们送年菜 因为我们南投市团委会 有十几位义工 八点多就来帮忙制作年菜 也谢谢红明科议员的一集 让我们配合参加 南投市包围地区 寿正宫今年第六年 办理赠送年菜给弱势家庭 期望借由各界的善心 让弱势学生家庭 能享受到温馨的年夜饭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